她居然要把Candy扔了 那你什么打算 分手了 我真的受过了吗宝男 正在吐槽的是我的闺蜜Candy 她自嘲当初被男友的温柔和细心蒙蔽了 除久了才发现 那都是被她妈妈算化的假象 工资全上缴 连去餐厅的花费也得申请 鸡毛蒜皮要报备 Candy堂过几次恋爱 两人吵架的细节 她妈居然全知道 更过分的是 她还时不时给Candy制造压力 我妈养我不容易 她脾气不太好 你以后得多让着她 妈妈的话对她来说如同圣旨 Candy有时候都分不清 她是选了爱情 还是选了妈妈的标准答案 以前被碰那天 是去男友家做客 Candy像被审视的瑕疵品 浑身上下都能被挑刺 甚至养猫也有罪 哀家劝你 婚后把猫扔了 以龙刺为重 我娘说的甚是 我养了八年的猫 里面有什么资格指指点点 你这是什么话 我妈是长辈 也是为我们好 分手吧 是时候把你还给你妈了 爱情本应是两个人的独立剧本 但被妈妈掌权的爱情 却随时面临无形的审视和挑剔 面对妈宝男 离开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谁都不想以后的生活 是编辑好的烂军 生灵猫 瘫 我父亲 我母亲 我太过去 我父亲